哈喽大家好 我是糯米 上一集呢 我们画了鸟人的肢体动作 但是有同学说 这样的一个肢体动作好像太困难了 所以这一次我们来放慢步调 来画鸟人的头 俗称叫做鸟头 这个非常非常的简单 不用基础也OK 打开你的iPad 我们开始吧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打开画布 然后我们选择任何一个笔刷 方便画出完整的圆形的笔刷就好 那这是你的鸟头 然后如果你觉得颜色好像有点太红了一点 它去改变你的色相 饱和度 亮度 差不多这个颜色我们吸一下 然后呢我们再新增一个涂层 然后我们背景颜色调成黑色 如果眼珠子是白色 然后背景是白色 那就看不出眼珠子最重要的一个外框的那个地方 所以呢我们这边 切记哦 画椭圆 因为它有透视 所以要这边按编辑形状 然后眼睛突出来一点点 然后我们填色 这个眼球我们复制 然后水平翻转 然后水平翻转 那我们回到原本眼睛这个涂层 复制一个 然后缩小一点点 选择一个蓝色 然后丢进去 所以呢另外一个也是 那最后把这眼睛合并一下下 新增一个涂层 一样剪彩遮罩 画它眼珠子的位置 鸟人的感觉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出现的呢 那我们把它合并修一下这边的边缘 那没有看到这边蓝色有点破碎的点点 我们刚才填满的时候那个数值 没有调的很好 所以我们这边稍微补一下 好 这是它的头 看起来蛮恐怖的 尤其在黑色被子上 好我们再新增涂层 然后选择嘴巴 鸟嘴那个颜色 然后记得它的鸟嘴是有打开的哦 所以我们在鸟嘴这个地方 上面新增一个涂层 剪裁遮罩 然后选择一个比较暗的鸟嘴 好那这样鸟嘴的感觉 是不是出来有明暗了嘛 那我们接下来 可以将它原本那个球 新增涂层剪裁遮罩 这边原本的颜色嘛 来调整 红色接近橘色的感觉 选择喷漆 然后超细喷头我们来试试看 哦 有feu有feu 喷漆完了之后 我再选择亮面的地方 那个明度亮一点点 刷一点点亮面 反光的部分像吸取橘色 然后亮一点点 做一点反光的效果 然后我再回到原本那个涂层来 我这是要做什么啊 啊干 脸不见 奇怪的东西混进来了 好嘞 那我们再打开图层 这个球球有感觉了 我们把眼球这两块合并在一起 没有问题的 奇怪的生物增加了 啊对齁 如果眼球全部合并 它会变成这样子 好 让它恢复原本 不然它会破坑 这是鸟人的诅咒 请停止胡说八道 然后我们再选择喷漆 我选择中型喷头 这样子刷起来 那才有纹理的感觉 我用时光 然后我这边选择暖色 它下面有那个嘛 有黄色的球球 所以它反光上来 这个眼球的时候 会带一点点的暖色 不知道耶 感觉很邪门 有没有 好啦 有算一点点的梦幻 有没有 好那我回到原本那个鸟头 然后加剪裁遮罩 然后也用时光来画画看 然后因为它这边有橘色嘛 橘色会稍微反光到这个球上面 所以我这边喷一点点的橘色 那这边有蓝色 所以我看看如果喷蓝色的话 效果会怎么样 噢 噢 清晰一點點就好了 這個橘色有點太 太超過了一點所以呢 我這個橘色 會把筆刷放大 然後透明度調蛋 刷 來回一直刷 他就會很柔和的 圓球球 好啦 這個鳥頭 OK 然後我們再回到 眼睛 我們用顏色加變量 好調整一下筆刷 試著畫畫看 然後我們回到這個鳥嘴 合併 然後 剪裁遮罩 時光 然後來去 暗面的地方 筆刷調大一點點 透明度調低一點點來去刷 影子 我們可以用橡皮擦怎麼樣 把一些比較細微的地方 插出來 這也是反光的部分 然後再新增塗層 剪裁遮罩 然後 加亮顏色 上面會比較亮 理所當然 筆刷調小一點 來 鳥嘴的邊緣 也來給他一點點 畫到這邊 好像完成了 但是我們還有一點點小小的工作 沒有做 所有的圖層 群組合併在一起 然後新增 一個圖層 色彩增值 我們回到參數 讓有些小細節 變暗一點點 又是縫隙啦 我們還是用時光 但是呢我們選擇 呃 有彩度的 調整一下數值 那這樣的話 他的影子 又怎樣 比較舒服一點 不是整個把他壓暗 壓伸 那這邊就有個 勾縫 那鳥嘴的地方也是一樣 我把筆刷調大一點點 去修 細節 好像這樣子比較好看 好啦複製 確認之後就沒問題扁平化 新增塗層 剪裁遮罩 時光 然後選擇一個暖色 來去噴噴看 那這個鳥人看起來就比較暖了一點 然後再用橡皮擦 擦掉我沒有想要變暖的地方 最後我們選擇 呃彩度沒那麼高的白色 來去 刷一下 鳥人的邊緣 如此一來這個鳥頭就完成了 那我們把它合併 來做各種不同的 鳥頭 一直複製一直複製 多重影分身之術 好啦 那我們這個鳥頭 就 完成了 各位要注意啊 這個鳥頭是屬於別人 我不能在這一張圖簽名 不行不行 那各位就自己去試試看啊 是不是非常的簡單呢 只要透過幾個幾何圖形 再加一點點的筆刷 噴噴噴 然後再多加一點點的排列呢 漂漂亮亮的 桌布 就完成了 那你問我 我畫的鳥人桌布 怎麼樣下載 如果你有iPad 按你自己畫就好了啊 如果喜歡這樣的內容的話 歡迎分享出去 記得訂閱 按讚啊 我是糯米 大家 拜拜 這個圈圈呢 重來 重來 我們丟到藍色 又畫錯了 我畫錯圖層了 又畫錯圖層了 Shit 今天到底怎麼了 一直出錯 咦 � 的 餚 聰明 的 也